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3日 今天要講講BNO的問題 BNO這個問題 去講講一些哲學邏輯的事情 首先第一 BNO之前葉劉淑儀也好 林鄭月娥也好都說 是發言巧語 口位實不致 英國人哄你而已 結果 7月1日之後 《國安法》實施之後 英國首相Boss Johnson 真的公佈了BNO計劃 現在BNO的簽證可以由6個月延長為5年 可以帶家屬去 工作 讀書 或者是 我相信做生意或者退休都是可以的 其實情況等同葡萄牙的黃金簽證 或者葡萄牙黃金簽證 其實都是同樣道理的 就是5年加1年 就可以在當地只要生活的日數夠 然後就可以申請入籍 入籍 你就考一個入籍史 就是multiple choice 一些基礎的英文 有些oral all speaking 或者是 會問問你的英女王的老公叫什麼名字 MC很容易回答而已 以及英國的地理常識 York的位置在哪裡 等等 你考了入籍史之後 就可以帶同你的家屬 在6年後正式歸化 這就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反差 意見上的反差 民間大陸的小粉紅一致是高興的 說那些黑暴、廢青、黃絲快走 滾 離開咱們的國家 不高興你就離開 中國是可以自我離開的 他們都講這樣的話 但是呢 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 和英國的中國駐英大使 劉曉明 都相當嚴正 說英國是違反他們的承諾 破壞承諾 其實破壞了什麼承諾呢? 英國當年 《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裡面 簽了一份備忘錄 留意 那是《中英聯合聲明》附件的備忘錄 承諾是不會給予香港人居英權的 現在他就說他是違反了備忘錄 但是英方就說 由於那一份是附件 那份正式的文件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你也說了 它已經是歷史文件 是失去效力 由97年之後失去效力 在英國的法律概念下 那個證文件既然失去效力 扶錄當然是失去效力 但是中方又不是的 中方就說 證文件已經97年之前完成了 但是扶錄應該是還實施的 所以 英方違反承諾 這個從邏輯學來講 當然是解釋不到的 但是中國不是用邏輯的 我之前講過了 中國是用辯證思維的 辯證思維下 在責任不在我方 以及中國劃成最大贏家的情況下 這個絕對不是雙重標準的 因為 凡是有利的他們就支持 沒有利就是反對 這就是敵我矛盾 辯證思維的結果 所以 在今次這個就出現了民間 以及官方很大的反差 為什麼會這樣呢? 民間其實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那些黑暴、粉青、黃絲 什麼人都好 離開 大陸人覺得這麼高興 不會搞亂香港 但是 事實上 並不會是這樣的 因為今次給予BNO延長黃金簽證 很可能 他現在是不可以享用英國的福利而已 不可以申請公屋 不可以申請失業救濟 除此以外 跟一般人在英國打工做生意沒有分別的 一樣可以看當地醫生 你只需要付一個保險費就可以了 一年只是六百多磅 你就可以免費在當地看公立醫生 在診所看也是免費的 最多配藥是要付錢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子女也可能 極有可能 我相信在當地可以讀公立學校 如果是這樣的話 去的其實不是單純是黃絲 我告訴大家其實去是什麼呢? 根據中原移民顧問的計算方法 原來是2012年至2018年 香港人申請葡萄牙黃金簽證 每年達到六千多人 這條數是多少的? 一百年前是這樣的 一百年、一九年、二零年應該是更高的 所以申請到葡萄牙黃金簽證 還有塞浦路斯 還有保加利亞移民 都是達到萬計的 甚至乎愛爾蘭的移民 愛爾蘭移民要一百萬歐羅 是非常高的 所以 有這一筆錢的人 如果在BNO的簽證 黃金簽證實施之後 他就可以節省至少五十萬歐羅 五百多萬港幣 還有一些service charge 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節省這一筆錢 而擁有這一筆錢 而一早打算去歐洲移民的人 本身以萬計的 而他們無論是左右紅藍綠的人 都是大有人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歐洲 第一 很多是為子女的 尤其是去英國 英國是讀一個boarding school的話 學費是非常貴的 譬如說去讀boarding school 小學 一年 一個學期三個 term 每個 term 可能都要六七千至少 六七千鎊 所以一年 一個小朋友可能是花你二三十萬港幣 還有機票各方面 監護人 三十萬港幣 跑不掉了 如果兩個小朋友一年就花你六十萬 七十萬港幣 所以 這個數字很耐忌 如果去留學 所以很多人希望入籍到葡萄牙 西班牙 保加利亞 塞浦路斯 這些地方 然後再去英國 或者愛爾蘭留學 所以 那裡無論如何都要花五六百萬港幣 現在就省下五六百萬港幣 所以 最早年 離開香港的很多都不是支持民主的 事實上很多新界的鄉新 本身有租金收入 他們就去英國去歎世界 是不是? 讓他們的子女享受英國的高等教育 所以為什麼官方和民間有這個反差呢? 原因正正是因為這樣 因為如果真的讓這三十五萬的BNO holders 以及 二百九十萬潛在的 以過期的 父母曾經加過他的名字下去的香港人 帶上他們的家屬去 未必 沒可能幾百萬人去的 但是 十幾二十萬 二三十萬 足以會讓香港最優秀的人才 他們的資金外逃了 所以這個 為什麼官方這麼緊張 主要原因 其實正正在於此 所以民間的 小粉紅的高興 叫黑暴和黃絲快點走 但是事實上 官方也知道 走的不僅是他們 包括很多中立的 沒有意見的 或者很有錢的 藍絲的 甚至乎公務員的 退休公務員的警察家屬 都會紛紛考慮 透過BNO這個方法 去入籍英國 讓他們的子女享受高等教育 所以這個 是對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樓價一定會造成一些壓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除了英國之外 現在 日本也說要搶英香港的金融人才 他們說要想辦法 推出一些新的計分移民的計劃 去搶 台灣當然 台灣也是口為而實不治的 就好像7月1日 他就說成立一個新的辦公室 這個等同就好像香港說要搞創新科技局 那麼 搞創新科技 就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 結果是不是真的做到事情呢? 大家都可想而知了 台灣沒有具體的做法 澳洲有了 澳洲現在 就是有兩個新的做法 第一 他就說要改善技術移民計分的方法 讓香港人去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 就是申請搞一個叫做救生艇計劃 避風港計劃 或者救生艇計劃 就給一些 譬如說在去年的抗爭以來 一些醫護 或者是在街上被捕的人士 這些人去逃生的 但是留意英國和澳洲都一再說 包括美國的一個救生艇計劃 都是說歡迎一些非暴力的人士 所以如果你在去年 至今使用了暴力 而背了官司被捕的話 這個未必完全是符合到申請資格的 所以為什麼 去年開始其實歐美社會或者我們 都呼籲大家要用非暴力的方法呢? 當然 現在講這件事情 已經沒有熱議了 但是今天就要做一些破障 就是思想上 知識上的破障 這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問題有很多謠言 這些謠言來自四方八面 當然主要是來自官媒 或者跟官媒有關係的內媒 英國外交部的statement 到底 《中英聯合聲明》是不是歷史文件 不具有歷史意義呢? 事實上 《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 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 雖然他的聲明大概是一個 以國際條約的身份登記 是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至今仍然有效的 是未廢除的 這是英國外交部的澄清 這一份中國和英國兩國之間 明確是表示了香港高度自治 除了國防外交以外 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是五十年不變的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裡面有一句說得很清楚 就是港人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就是九七年前你怎麼生活 九七年後五十年是怎麼生活的 中方的承諾 包括了對權利的自由的表述 獨立的司法和體制 是保持香港繁榮安定的生活方式的關鍵 這就是英方的一個具體回應的statement 好了 香港的事務是不是純粹是中國的內政呢? 英國也有一點反駁 但是這裡我想引申一個哲學的問題 到底介入別人國家的內政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這就是我之前那一集說的 究竟是沒有國哪有家 還是沒有家哪有國的問題? 這是涉及一個哲學的問題 涉及到 介入別人國家的內政 譬如說別人國家建了什麼橋 建了什麼水壩 建了什麼公屋 沒有一個理由去介入別人的國家 A國家是不應該介入B國家 建不建公屋 建不建鐵路 這些內政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 內政是涉及到人權的 這就是另當別論了 我以前在課堂上問過很多學生 如果你是法國人 你是法國人 法國是德國旁邊 你看到德國在國內屠殺著猶太人 你作為法國人 你應不應該介入德國的內政? 應不應該阻止他? 他還沒屠殺之前 他也有蠢蠢欲動 你應不應該阻止他? 這涉及到到底是人權重要 還是主權重要? 如果你認為主權重要 你就會認同沒有國哪有國的 如果你認為人權重要 你就當然認為 家國之間 當然是先家而後國 是不是? 先人而後國 這是很合理的 沒有東西比你的家人重要 所以國家利益和家裡利益 有衝突的時候 一定是捨棄國家利益 而去擁護家裡的利益 這就是人權重於主權的theory 而相反 很多政權都會宣傳 沒有國哪有家 主權是大於一切的 但是如果主權是大於一切 那麼主權的權力來源是來自什麼呢? 如果是一個哲學的概念 就告訴你 主權在民 主權是來自人民的 但是事實上中國是實行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我之前說過了 他是引述克格爾的 歷史地累積而來的 就是透過權力獲得的 他的主權是透過武力 暴力 去獲得的 而不是透過主權在民 人民授意獲得的 所以兩種的矛盾概念 必然造成了嚴重的衝突 這個嚴重的衝突 也是今天 中國和西方 或者和香港和台灣 和日本和韓國之間的一個矛盾的地方 所以 中國永遠認為主權是重於人權 所以 其他國家是不應該介入中國的內政 而其他國家就說 不是啊 人權和主權應該是平衡的 甚至乎關鍵的時刻 人權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這才正正是詫異 英國這個破障也還有 他說 有一些人 就指責西方不對美國的警察 有暴力的譴責 這是雙重標準 央視6月6日的報導 英國的回應就說不是啊 英國是支持和平的示威 無論發生在哪裡 對於香港 他們一向明確支持和平的示威 但是 毀壞公物 暴力的示威是不可接受的 其實這是普世價值 關於香港 暴力的示威 其實大部分西方 或者台灣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都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他們 只不過中間的著墨點就是認為 這些不當地使用暴力的 不僅是示威者一方 雙方都有 那些白衣人 但是政府作為公權力 就不能夠偏師 一旦偏師就失去了公信力了 所以 同樣 英國的反駁就說 我們在對美國一樣都是有抗議的 只不過中國人在防火牆那裡 是看不到的 或者故意被遮蔽了 他就說了關於黑人事件 最近那一宗 其實英國的政府也發了聲明抗議的 所以由此可見 這些破障其實英國政府也有落力去做 我今天就是從哲學的角度去解釋了 沒有國哪有家 人權重要還是主權重要 如果你覺得主權無論如何都不能夠 中國是被介入的 那麼 希特拉、默索里尼 那些事情也不應該有人去干涉 這是很明顯的邏輯 同樣道理 當年馬林月威也不應該來中國協助孫中山 或者後來協助建立共產黨 如果不是的話 主權重於人權 這個理論是會出現一些 難以置圓其說的地方 無論如何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給個Like 給個Comment 給個Subscribe 好嗎? 以及我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很多聲音檔 獨家的分析 或者文字的摘要 都會陸續放在那裡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